在我們平時使用的Google Meet 裏面 它是一個最基本的功能 但是有時候如果想加一些新的功能在外面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用到這個外掛的程式 外掛的程式是一些不同的機構 可能在Google以外的一些公司 它想為到這個Apps 增加一些不同的功能 所以設計而成的 今天想跟大家說就是在Google Meet 裏面 都可以做到一些點名的功能 我們首先去Google 然後去搜尋Google Extensions Ex-T-E-N-S-I-O-N-S Google Extensions 外掛程式 進來之後它有一個擴充功能 它是一個頁數的 我們進入這一頁 然後打Meet Attendance Attendance 它有幾個不同的外掛程式 你可以選擇其中一個 我就選擇了這個 你按回Add to Chrome 之後它可能會要求你 有幾個不同的准許或權限給它 你按了Yes 就沒有問題了 好了 進去之後你會看到 可能第一次不行的 你要關掉它再開個Commit 然後才做到這個動作的 你會看到在People和Chat中間 多了這一格 多了這一格之後 我們要做的事 只需要將它 這裏就是在現有的一個 按回 如果這裏就是去一個新的 一個Google Google Sheet 然後在中間這個位置 按一下 當你想點名的時候 按一下 按一下 它就會 發生到一個Google Sheet 而這個Google Sheet 就會在最底下 有個Attendance 就會設定 例如剛剛這一次 按那個Attendance 就是在13點15分 51秒 那裏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然後 有這兩個人 是在這裏 那你說 我想再五分鐘之後 再按一次 你來回這裏 再按一次 那在這裏 你就應該會見到 它這裏有幾個不同的Attendance 這裏有一個 就出了第一次 是13點51分51秒 15分51秒 15分51秒 有的人 這個就是13點16分35秒 有的人 是這些 那就可以出了來這裏 那這一個 Meet Attendance 在哪裏找到呢 其實呢 就會在 這個 這個 Google Drive 裡面 它就自動會放在裡面 那我們可以開 Google Drive 然後 search Meet Attendance 可以找回今天 我剛剛做的可能就是這個 或者是另外一個 或者是另外一個 你可以按一下 就可以知道 剛才那個 的 Attendance 是save在哪裏 那你就可以用來做一些跟進的工作了 好了 希望這個 Google Attendance 可以幫到大家 做這個實時上課的時候的一些工作 多謝大家 拜拜